美国大使洛家辉赴北京上任亮相时的背包客青莲形象 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赢得喝彩 而中共喉舌媒体光明日报网站日前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把洛家辉的青莲作风称为美国新殖民主义 担心美国官员抢走中国人的民心 评论指出御用文人在信息开放时代贩卖仇美思想 引来的只能是众人的嘲笑 目前光明日报已经将该文章删除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 警惕洛家辉带来的新殖民主义 把矛头直指新上任的美国大使 文章承认洛家辉赴任没有随从 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 前家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的平民作风 与众多官僚权贵们的高高赛上 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讽刺 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 但是文章又说 洛家辉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洛家辉的目的 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 强化中国民众重洋媚外的奴性 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 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 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文章声称 洛家辉华裔的身份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亲和力 暴露了美国以华制华 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 原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指出 中共的御用文人不自觉地总是把美国和现代文明社会当作自己的敌人 不断地给自己制造恐慌 人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坏的 你的那些豪华奢侈的楼堂关锁 那才是好的吗 那不就是你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棉 毛泽东思想文革思想再翻版了 赵岩指出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一直把美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 尽管美国在二战期间慷慨解囊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尽管美国把庚子赔款全部留在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 从1950年他们原创开始 他就把美国当成最大的业 因为他清楚当一个民主的制度在一个国家国土上落实的时候 那么他这种专制 他这种残酷的暴政 必然是实行不下去的 那么为了欺骗人民怎么办 他就要想出一个假想敌 大陆文化评论家叶匡正指出 中共对美国的抗拒就是独裁对民主的恐惧 因为其实美国的很多作为 它对很多极权社会确实是有一种根本性的颠覆 无论是从思想从行为 还是从这种价值上 它都有进行了一种颠覆 所以极权社会或者极权国家的理论家 对这种行为或者对这种意识 表现出这种反抗或者抗拒 或者这种非常恐惧的这种心态 而御用文人为了给中共的独裁统治寻找借口 不惜指路为马黑白颠倒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中共仇美实质上是对西方民主宪政的抗拒 他实际上还是想阻挡建政的潮流 这个民主化的潮流 因为这样最大问题要求建政的话 那最大的起立当然还是来西方 所以他说来说去还是想揽住对建政化的潮流 所以他这个散动极权民主主义的情绪 来服务于他的统治 洛家辉和拜登的清廉作风 与中共官员的奢华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好像把中共专制的丑陋放在阳光之下暴晒 光明日报网站上的这篇署名文章也发出哀叹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主动自觉清除官僚主义的病毒 以确保自己机体的健康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将党和官分开 以整顿励志收复民心 那就等着洛家辉掳走我们的民心和民意 再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动手术吧 如果他们不能够从拜登和洛家辉的身上看到 真正的政府国员应该是怎样的以身作则 来建立一种连接政府的形象的话 那么早晚中共或者是中国政府会因为腐败 而走向末落和灭亡 这个不因他的经济发展而决定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卡拉菲和穆巴拉克 都是因为自己的腐败而丧失了自己的政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说 如果从投资与回报的比率来评估的话 拜登的炸家面午餐的宣传效果 要比新华社耗资千万 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 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一位副总统的一顿便饭和一个新任大使的青庄到任 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国家形象 且魅力无穷 新台人记者秦雪 萧宇采访报道